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这个麦子词院无人机项目 那么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接着上一节课的内容讲 因为我们上一节课是分成了两节课的内容来讲 好 我们现在继续看下一部内容 我们上一节课呢 是讲到了这个演示环节 演示环节的话呢 上次课可能没有讲到 那么我们这次课呢 把这个演示环节讲完 演示环节呢 主要是演示这个用遥控器控制我们的这个飞机 那么我们首先呢 要了解一下遥控器端发送代码 然后呢 进行这个遥控器与飞机的这个通讯 比如说我们这个2.4G模块的这个很关键的这个环节 它是有发送端 有接收端的 然后我们要在我们的这个飞机上根据遥控器的命令呢 进行一下啊 这个最简单的LED LED控制 那么你会控制LED之后呢 其他的操作呢 也都是啊 有了一个基础 那么进行一些复杂操作呢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遥控器的呢 这个发送代码分析 那么开始之前呢 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这个 啊 sorry 先来回顾一下这个遥控器的这个硬件 好 我们上讲课说过 它的这个主要输入呢 就是这个摇杆 摇杆的话呢 是这个电源器相当于是这种输入 那么电源器的输入呢 当然是进入这个单片机的这个ADS的这个通道 还有呢 就是两个 呃 遥控器上面还带有两个按钮 这个按钮的话呢 就是 啊 k1k2 当做两个这个 按键来处理 那么我们现在对着这个原理图设想一下 如果我们这个遥控器开始工作之后 我们这个SM32这个电源器中这个程序应该如何处理呢 啊 我们如何知道这个用户改变了他电源器的这个位置 啊 或者说又如何知道这个用户按了这个按键呢 啊 很明显这种方式下有摇杆存在 有这个电源器存在的情况下 我们用这个外部中断的方式是不太方便的 按键你当然可以用外部中断的 按一下就进入身上的中断了 但是这个模拟量的读取 他一般不太合适用这个中断来处发啊 除非你有一个预值信号 那么这个ADC采集的这个预值 模拟量的预值超过了一定范围之后 处发一个中断 但是那个多用在系统保护上 那么 所以我们这里呢 遥控器的这个代码呢 就是采取这个死循环的方式 我一直不停的读取这个ADC的量 然后呢 2.4G模块就是一直不停的发送发送 所以说控制端一直不停的发送这个控制命令 给这个飞机 即使用户什么都没有操作 按钮也没按 摇杆也没摇 那么这个时候2.4G模块也依然是工作的 那么他与飞机的通讯也是不间断的 飞机那边的接到命令之后呢 发现一直是空闲命令的话呢 他也是不执行任何操作的 但是呢这样来一来呢 就是说为了我们时刻捕获到用户的这个输入的话呢 需要这个无线文化一直进行这个工作状态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啊 他那个butterfly官方给的这个参考代码 好 这个是 遥控器的呢 这个代码 我们大概带大家走一遍 这个 inspire的话 他是这个 主程序里面的这个死循环 那么这里边呢他进行了一些操作 就是把这个 呃 2.4G模块呢 这个发送呢 长度设置成32 32呢 个位是什么位呢 我们先下来分析一下 他这个死循环里边呢 第0位是0xA5 那么 后面的这个 counter++是把这个 技术加1了 相当于发送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数量技术发 加1了 然后这个数量加1之后呢 写入到这个 发送数据缓存的第一位啊 从0开始嘛 第0位是这个 包头相当于是开始的这个标志字节 0xA5 然后加1之后把这个 技术发送命令的技术呢 写入到这个第一 第一个字节中 啊 如果这个技术 等于99 或者超过99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清理 也就是说 每一 每隔100次循环一次嘛 下面这个是 啊 读取摇杆这个操作了 那么 adc1 然后呢 去读取这个 嗯 摇杆所在的位置 读取完之后 写入到第二个字节和第三个字节 那么以下的这些adc的操作都是类似的 读取完了之后 写进去 那么它一直到 第九个字节这里 都是adc的这个 啊 读取摇杆的这个 模拟电约器的这么一个操作 那么读完之后呢 啊 进行一下转换之后 我就写到这里面去 然后呢 这里有个 if key on 也就是说 这是判断两个按钮的这个操作 两个按键的操作 如果是ke按下的话 那么这个发送缓存的第十个字节 也许实际上是第十一个字节 因为我们是从零开始算的 就说这是第十个字节了 第十个字节 它写入的是1 如果是ke2被按下的话 它第十个字节写入的是2 那如果 没有东西按下的 没有按键按下的 那就写的是0 好 后面这个依旧是这个adc的操作 那么最后一部分是这个 啊 powercheck 也就是说 他自己会检测一下 他自己的这个 锂电池的这个供电 因为遥控器和飞机 都是锂电池供电的 它也是单独供电的 如果他自己的这个 呃 power不足了之后 他也会进行一些先用的操作 比如说指示灯关掉啊 等等这些 然后这些都进行完了之后 我们现在看一个 后面最后两个字节 check some 就是说这个教验嘛 它是把前面这些 所有的要发送的 要发送的内容 加起来 加起来之后呢 因为我们这是 呃 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加起来 30个字节加起来的话 这个数最后加起来 是有可能大于 一个字节所能表示的范围的 也就是说 有可能大于这个 256的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check some 它定义的应该是一个 至少是16位的 ok 那么这边是一个32位的 所以呢 unside in the 32体 对 所以呢 它这里进行了一个操作 也就是说 要把这个 呃 最后我们这个教验盒呢 截取一下 那么 第8位放到呃 发送缓存的 第30位里面 第30个字节里面 然后高8位把它放到这个 1位之后 得到就是高8位了嘛 把它放到这个发送缓存的 第31个字节里面 那么我们刚好是从0到31 32个字节 然后呢 就把这个 发出去 好 那么这就是整个这个遥控器的 这么一个啊 啊循环发送的这个机制 我们命函数里面实际上 它就是初始化之后呢 就一直在这 死循环的进行发送 还是一直不停的发送啊 遥控器这边 不管用户有没有输 它就一直不停的发送 那么我们很显然飞机这边 也就是说 只要这个我们这个初始化完成之后 从这开始啊 模块初始化 然后设置成接收模式之后 那么它就会把这个中 接收中段开通之后 它就会一直不停的接收消息 然后呢 不管有没有命令 这个消息都会一直过来 那么这个代码呢 我们就分析完了 然后接下来看这种 遥控器与飞机的这个通讯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这个 是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样子 就是是不是我们分析的这个样子 好 我们先把其他的这个 无用的先给它注视掉 这是我们一会儿要做的这个测试 我们先把它注视掉 注视的话就是 或者你用快捷键也可以 然后我们再去看这个中段里面 我们要把这个 接收到的信息打印出来 那么这两个是我们后边要用到的 先把它注视掉 好 看一下这个打印一句 trace printful就是从我们的串口打印出来 那么实际上我们这里不是8分0了 就是接收缓存的内容 用16进制格式化打印出来 一定要用16进制打印哦 如果是字符串的话 因为它发的可能不是字符串 你比如说刚才这个按键按下的话 按键按下的话 它发送的是1 1这个是个数字 它不是一个字符 字符的话都是要大于30的 那么所以我们要用这个16进制的格式化方式打印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把这段程序 编译稍写进去 然后我们打开遥控器 连上这个串口 看看是不是一直在不停的接收消息 好的 编译完成 好我们从这个接上这个Glink 然后打开飞机 把这段程序稍写进去 这个过程大家应该比较熟练了 我就不多介绍了 好 看到这里的话呢 就说明稍写完成了 因为后续的东西都是从创口打印的 我们再把这个Glink拔掉 把我们的这个USB转TTL创口 插进电脑 然后呢 打开我们这个程序 配置呢 还是一样的 那么 原5200 然后连接这个创口 然后打开 打开之后呢 我们把飞机重新上电 好 我们看到这个模块出示范完成 然后我们 把这个遥控器打开 好 遥控器它有一个字简 那么出示范完成之后 OK 现在就开始发送字符了 那么它这个呢 不停的发送 不停的发送 大家看到了吗 我遥控器并没有做任何操作 它在一直不停的发送 如果你把这个索引打印出来的话 它就是索引Buffer0到31 也就是说 它每次发32个字节过来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过程 这个数据应该是不变的 或者是几乎不变的 因为ADC它每次采样 可能有一点小小的误差 但是大体上呢 这个数据应该是不变的 我们也没有进行任何其他的操作 所以呢 它会一直在这不停的发发发 即使我们没有对遥控器进行任何的输入操作 好 那么我们现在关掉遥控器 看这个发送操作马上就结束了 我们清掉它 没有了 好 好我们断开连接 那么这说明我们这个通讯是成功的 好我们断开连接之后呢 进行我们下一部分内容 我们下一部分内容是说用这个遥控器命令控制LED灯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 我们这个遥控器命令呢 按钮有两个 一个是发送缓存 也就是说到我们这里就变成接收缓存 因为我们这是非基段的代码 遥控器那边的发送缓存对于我们这边的接收缓存 我们接收缓存的这个第十个字节和第十一个字节 它实际上是遥控器的按键状态 没键按下的时候呢 它是零 对吧 右键按下的时候呢 它就是左键按下是一右键按下是二 所以我们把这个状态打印出来 好 刚才同学说如果可不可以不注视这行呢 其实你可以试一下 如果你不注视这行的话 由于三十个字节打印的时间非常长 刚打印完这个下一次中端又出发了 那么程序一直在这个中端里面执行 主函数里面的这个程序呢 它是执行不到的 我们在整环数里面呢 如果是有接收中断的话 标志位置位 我们把这个置位的标志位清零 清零之后呢 我们要根据这个 我们接收到数据的第十个字节和第十一个字节 进行一下相关的操作 好 我把刚才注入掉的内容恢复掉 好 如果是这个接收缓存的第十个字节等于一 也就是说我们的遥控器左键按下的话 我们把这个GPL pin 9 大家可能不记得了 回去找一下那个原理图 应该是一个butterfly前面的那个灯的 灯的那个对应的GPL的引脚 我们把它set bit 也就是说 置一置一之后这个灯就熄灭 然后如果是右键按下的话 那么我们把这个bit reset 也就是说把这个灯再打开 我们用这个方式来操作这个灯 好 然后我们还是老三样编译稍写验证 先编译一下 我刚才窗口关没关 ok 关掉了 编译完了之后 我们把窗口拔掉 换上我们的这个 我这个电脑只有两个USB 所以就要经常拔 如果大家有多个USB的话就不用拔 大家可以从事操作 然后我们把这个程序烧进去 ok 等到看到它这个starting target的CPU 就说明我们稍写完成了 烧完之后呢 烧完之后我们把这个Glink再拔掉 换回我们的这个窗口 好 然后我们在这儿 连接窗口 把开发板再重新上电 看到的依然是熟悉的初始化成功的这个画面 那么此时呢 我们把这些啊 没有新鲜清掉 我们把这个遥控器打开 好 我们看到这个buffer0 buffer10和buffer11的这个状态都是0 那么此时我们要那个遥控器呢 是一直不曾在发送的 我们这个开发板上的两个灯也都是亮的 然后 注意我现在按左键 ok 那么我们这个灯已经熄灭了 呃 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很 清楚 我们就再来按一下 我现在按右键 把灯恢复 ok 看到屏幕上一闪而过的那几个2了吗 其实说明我按了右键 我现在再按左键 把灯熄灭 ok 屏幕上一闪而过的1 那么此时灯熄灭了 啊 因为这个2.4G模块 它不停的发送 所以这个字符串呢 不会存下来 它会被后续的字符串顶掉 所以我们再按一下2 ok 屏幕上一闪而过 然后再按一下1 就完成了整个开灯关灯的动作 那么这两个按钮呢 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个真正的 这个遥控器的功能 实际上是 呃 快速停车 就是刹车的这个功能 去让你的飞机立马停下来 那这个功能是我们后续在说的啊 油门啊之类的油门你推动的话 现在屏幕上打印的只有8分10和8分11 所以呢 不会显示油门的状态 如果你把30个8分全打印出来的话 你推油门会发现油门对用的那个字 也会发生变化的 那么我们控制系统就是根据这个油门 自己的对用的变量 来进行一个闭环的姿态控制 好的 那么 把这个清掉 那么这几个内容呢 呃 大概就到这里 啊 我们完成了这个 呃 2.4G模块这个驱动的开发 然后呢 因为遥控器端的代码呢 我们就没有去写它 如果大家想写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 也可以用我们Eclipse进行开发 然后我们这里呢 为了演示的方面呢 就没有动遥控器端的代码 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的这个飞机端呢 他这个 呃 2.4G模块这个初始化呢 一定一定非常重要的是这个地址 这个发送地址和接收地址 一定要跟遥控器团的定义上 否则呢 不在一个频道没法通讯啊 除此之外呢 就没有特别多的注意事项了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这节课呢 就讲到这里 好 感谢大家 听讲 他们就请继续 Giulia 是 可洱